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演播是两位嘉宾的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伟伟教授 欢迎 还有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李波教授 欢迎 好 同样我们先会请两位嘉宾贡献演讲 然后我们开展现场的对话 好不好 有请张教授 2020年就要过去了 我想对所有中国人来说呢 这都是惊涛骇浪的一年 说惊涛骇浪 首先因为我们经历了新冠疫情爆发这个考验 对所有国人应该说是一种惊心动魄的生命体验 那么一二三号武汉封城那天呢 我仍还在瑞士达沃斯开会 当时不少外国朋友向我了解情况 我说细节我还不那么清楚 但我想一定是很严重的传染病 否则不会采取这么严厉的措施 我当时还表示这么一个观点 我说如果中国模式应付不了这个挑战的话 其他模式更应对不了了 当时也有朋友建议我在欧洲多带一段时间 避开国内的疫情 但我是归心事件 因为国内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因为当时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已经开始了 一波新的中国崩溃了正在形成 那中国国内工资也开始理应外合 那么我直接想到就是尽快利用我们的平台进行反击 那么今天回望中国这个疫情防控的日日夜夜 这场战役既是一场与新冠病毒的激烈斗争 也是一场与政治病毒的激烈斗争 这个疫情爆发后西方反华势力像打了鸡血一样 到处散布这场疫情将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 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 疫情在武汉爆发 当年中国的辛亥革命也在武汉爆发 他们指望中国政治制度走向崩溃 那我们抗击疫情所采取的几乎每一个措施 从武汉封城到建立方舱院 到阴测经测阴检检阴致尽致 到广泛使用健康码等等 都被西方媒体和国内亲西方的势力妖魔化 中国在侵犯人权 中国没有人身自由 中国在搞集中营等等等等 所以回望那些日子 如果当时中国没有自己的坚持的话 我们是无法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 那么这里我想让大家高兴的汇报 就是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 我们通过各种渠道 特别是这就是中国这个节目 在第一时间 就中国这个战役的壮举 这些国际比较 发出了中国的声音 我们在第一时间 也就是我们许多国人 也不那么自信的时候 我们做出了明确的判断 这个疫情不会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 而更可能是西方的切尔诺贝利 那么回头看这场 新冠疫情的世界大战 突然爆发了 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 治理模式可以说是一场同台竞争的大考 中西方两种政治制度 两种治理模式的比拼 在一般环境下不容易区分良由 但一场疫情 一场抗疫大战 使大家一下子看出了输忧输烈 我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几乎在所有可比的领域内都胜出了 那么中国以较高的分数 通过了这场全方位的压力测试 尽管西方一些政客一些媒体还在继续抹黑中国 但这无济于事 正说明他们心慌了心乱了 中国制度的成功是他们最害怕的事情 那么今年10月14日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撰文承认 新冠病毒没能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 却成了西方的滑铁路 这完全印证了我们疫情爆发后所做的判断 这是我们的预测比他早了八个月 顺便说一句就是 弗里德曼的文章还写到 如果中国领导人看到特朗普和拜登 第一次大选辩论的实况转播的话 对于这么低劣粗俗的辩论 他说中国领导人能不幸再乐祸吗 他们一定会喝着威士忌 干上一杯 我不知道我们中国领导是否喝威士忌 但更可能轻茶一杯 记得美国今年爆发了席卷 全国的抗疫种族歧视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以及其他的示威的活动 他们的口号是黑人的命也是命 我由此而联想到今天这个新冠疫情 给美国人民生命带来的巨大的灾难 以及如此草菅人命的美国当局 我觉得美国人民应该有勇气喊出 美国人的命也是命 如果于种种原因 他们还不能喊出这样的口号 我们可以为他们喊出来 美国人的命也是命 英文叫American Lives Matter 一个如此草菅人命的当局 是人类的耻辱 那么今年6月的时候 我参加了这个盲课辩论 和牛津大学的Timothy Ash教授 辩论中国战役成功 是否说明中国模式优于 西方自由民主模式 我说当然 他说不 那么我说这个道理上很简单 此时此刻你如果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的安全感是美国英国的100多倍 我指的是免于感染新冠肺炎 或死于新冠肺炎的安全感 背后就是中国制度和中国治理模式的成功 我查了一下 到这个12月12号 美国因为新冠疫情而死亡的绝对人数 已经中国的64倍 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2倍 所以中国的免疫死于新冠肺炎的人均安全感 这我创造概念 人均安全感应该是美国的200多倍 确切地说应该是269倍 到12月12号的时候 如果用免疫感染新冠肺炎来计算的话 那么中国的人均安全感应该是美国的近721倍 什么叫制度自信 这就是制度自信 什么叫伟大的国家 这就是伟大的国家 这就是中国 根据美国自己的专家估计 即使乐观地估计 到明年4月1号 美国在有疫苗供应的情况下 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 也将预计接近54万 那么如果这个期间 美国各个州的防控措施 还是像今天这样漏洞百出 不到位的话 估计累计的死亡人数 可能将达到77万 那么美国现在说接种疫苗 我觉得他们的挑战 可能比戴口罩还要大 因为40%到50%的美国人 从来就不相信疫苗 现在还是不是有人在散布 各种各样的荒谬的论点 或者谣言 比方说新冠疫苗是中国和俄罗斯 为了传播共产主义而专门开发的 疫苗会重新编辑人的免疫系统 等等等等 这是我想起就是 美国进入这个叫所谓后真相时代 在老百姓心中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信赖的 比较承认的这种权威 一切都在争议之中 一切都政治化 相信和不相信的人都是50对50 所以美国疫情真是陷入了 我觉得最黑暗的冬天 那么提到我们这个节目 我又想起了我们对于美国的另外一个判断 这要追溯到去年一月我们节目开播的第一期 它实际上是2018年12月录制的 当时正好赶上了中国华为公司的孟晚舟女士 被加拿大非法的拘留 那么在这句中国的第一期节目中 当时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说美国已经开始采取下三滥的手段 好在我们的领导人 我们中国领导人经历过文革乱世 我们知道怎么对付流氓 那么这番话播出以后效果非常之好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资政建议 就我们做出这个判断 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蛮不讲理的 毫无信誉可言的国家 我们对美的谈判也好 反击措施也好 一定要考虑这个变化 不能抱幻想 后来到五月的时候 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就是马丁沃夫 他也公开撰文 说美国变成一个流氓超级大国 他的判断与我们的判断 高度吻合 马丁沃夫是这样说的 他说中美贸易战中 欧洲作为盟国 本来是应该支持美国的 但现在美国变成了不守规矩的流氓超级大国 我们不能支持他 他说更糟糕的是 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敌意 不是因为中国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 而是仅仅是因为中国崛起了 仅仅因为这么一个事实 总之啊 过去这两年的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 还有这美国的政府的一系列 这拙劣的表现 证明我们对美国当时的定性判断 是及时的准确的 是靠谱的 也就是不久前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 在宋别荣耀时讲的 他们不是要纠正我们 而是要打死我们 至于拜登上台后 美国是否会改变 那么上个月 盲克论坛的主持人 有采访我 也问了这个问题 我说呢 拜登曾经调侃过特朗普 叫Donald Please grow up 他那的你快长大 我像拜登和他的团队 是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的政府 尽快使美国能够摆脱这个熊孩子 体制流氓政府的形象 我说这个要求是不高的 如果美国不懂得如何组成一个 心智成熟的成年的政府 我们可以教你们 如果不懂得如何产生优秀的领导人 我们可以给你们开始课程 介绍中国模式下 优秀领导人是如何练成的 处理大国关系 要有成熟的心智和成熟的心态 中美两个大国 完全可以发展既有竞争 也有合作的双边关系 甚至说即使竞争为主 也没有问题 双方总有可以合作的领域 那么这对中美双方也好 对世界也好 都是有益的 但如果美国还是有些人 还要继续耍流氓 那对不起 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 美国一定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那么刚才我讲的 就是对中国战役的判断 和对美国这个特征的判断 现在我再谈谈第三个事情 就是我们前段时间 一直谈到这个中美贸易战 对这我们也做了一个判断 现在看来也是靠谱的 大家可能记得 自从特朗普把这个贸易战 强调给中国之后 我们互联网上这个众生相 当时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一群人变得这个上魂落魄 一群人是反攻自信 他们说什么 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 赶快妥协吧 对三岁以下的年轻来讲 如果这次没有搞对 年轻就回去洗洗睡吧 还有人说 美国政府所做的 都是一个主权政府的合法行为 甚至有人将 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和对华为等的这个断供 比喻这相当于一个天天给你送花的人 有一天突然不送了 你不能因此而责怪人家 我们当时确实着急 我说这是错的荒谬的 我们手中有一手好牌 所以我们当时通过观传媒 通过遮救中国节目 即使发出了我们的声音 美国将输掉这场贸易战 双方都会遭受损失 但美国损失将更大 甚至大很多 我记得我当时讲了四点 美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美国是将帅无能类似三军 我说特朗普关于贸易战的决策水平 是四流的 就这么一个水平 他怎么好意思出来打仗 这我讲的两点 第三点就是得道多主 十道挂主 第四点就是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那么回头看 我们的判断 经受住了检验 那不久前 美国政府的前贸易代表 前世界银行行长 佐利克 用详尽的数据证明 美国是如何输掉这场贸易战 他指出 特朗普上台时宣布 他将结束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场 但2019年 美国对华贸易赤字 还是没有减少 还是3400多亿美元 而今年因为疫情 前八个月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增加了20% 美国现在自己危机重重 还打什么贸易战 我真的觉得 他应该赶紧补贴中国企业 向美国出口 那拜登现在表示 他上任后 先要研究一下 中美双方达成的一些协议 然后再做决定 其实没有太多需要研究的东西 美国要继续征关税的话 我们讲奉陪到底 坦率讲 美国怎么受得了 第四 就是对疫情后的世界 格局演变的判断 那么我们这个节目 也做了一个大的判断 我们也在第一时间指出 与历史上的大疫情一样 这场疫情将改变 人类历史进程 从发展大势来看 虽然还会有勾勾勾勾 甚至劲刀骂朗 但世界将以更快的速度 向东方倾斜 向中国倾斜 向社会主义倾斜 这次疫情世界大战 就是这种倾斜的一个催化剂 那么我个人认为 现在看来这个判断 也是靠谱的 几天前RCEP的协议的签署 可以说初步印证了这个判断 比方说我们讲像东方倾斜 这次东亚国家 东亚地区 疫情的防控和经济复苏的水平 都明显好于欧美国家 所以整个世界都看好东亚 整个东亚国家和地区 自己也更加自信 那么我们讲像中国倾斜 中国在RCEP的整个的GDP总额中 大概占到55% 是最举足轻重的国家 这毫无疑问的 那么中国抗击疫情的优秀表现 应该说赢得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战扬 东亚地区围绕中国的产业供应链 我想将越来越发达 那么中国正在带动 整个东亚地区走出疫情带来的阴霾 中日韩智茂去谈判 过去主要由于美国的阻挠 一直没有能够存过 现在日本韩国都抓住了 美国现在疫情的困境和选举乱象 在他美国无暇他顾的时候 果断地签署了协议 使中日韩能够在RCEP的框架下 实现了某种形式的中日韩自贸区 所以在纽约时报它也发文 说世界不等我们美利坚合众国了 至于像社会主义倾斜 我们已经看到 在RCEP这个协议中 它没有西方主导这种类似的协议中 比如比方涉及国有企业 涉及产业政策 涉及所谓独立工会的这种条款 所以一些西方专家认为 这是对中国模式的一种默认 那么在一个更广的意义上 如果我们用世界多数国家 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或者定义 也就是讲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更大一些 那么可以说现在世界各国 包括所有西方国家在内 他们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都在增加 我想其中不少国家实际是在借鉴 或者尝试借鉴中国的一整套的做法 实际上拜登本人现在也公开的讲 美国要利用产业政策 来推动高科技方面与中国的竞争 总之啊 过去的一年是惊涛骇浪的一年 是惊心动魄的一年 这场新冠疫情的世界大战 给大家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中西方制度比较天天都在进行 中国制度明显胜出 我们的人民给力 我们的医护人员给力 我们的文化给力 我们的年轻人给力 我们的科技给力 我们的军队给力 我们的领导人给力 我们从中国抗疫模式的成功 和西方抗疫模式的溃败中 庆幸自己生活在中国 生活在一个最尊重生命的社会主义国家 生活在一个经得起全方位 国际比较的伟大国家 这是中国人民的兴盛 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兴盛 这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 在绝大多数国人心中 特别是年轻人心中 西方模式走下神坛 美国神话已经终结 我这还特别想提一提 我们的年轻人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有无数的年轻受众 我们可以感受到 今天的年轻人不仅自信 而且有非常强的家国情怀 整个疫情期间 在国家遇到劫难的时候 我们的年轻一代 照样第一时间逆行 照样第一时间冲上去 在一个开始普遍富裕起来的社会 我们的年轻人 还有这么一种牺牲精神 一种国难当头 我们就冲上去的精神 非常了不起的 这样的年轻一代 这样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 2022年还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但因为时间有限 无法一一点评 我刚才只是从 这就是中国节目的视角 回望了一些比较大的事件 和大家分享我们当时的判断 和今天的感悟 那么中国是百年 未有之大编剧的主角 我们这个节目 在这些惊刀骇浪的事件中 也为世界留下一些 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具有国际事业的思考 观点和文字 我们为此也感到欣慰和自豪 最后呢 祝我们的观众 新年快乐 心想事成 祝我们的国家 新年新气象 更上一层楼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张教授 刚才张教授这个演讲 不光是回望了咱们中国的2020年 也是放眼世界 这个2020年对于全世界来说 它都是充满惊涛害狼 也是跌宕起伏的 那我们这就是中国这个节目呢 一直在做出观察 也在做出对这个世界走势的判断 接下来我们还将跟大家一起继续来读懂世界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李波教授演讲 有请 这个大家好 刚才呢张老师是回顾了这个风云变幻的2020年 这个激荡起伏 那么我这里呢 就分享三点 我的这个观察和感受 第一个呢 稍微补充一下这个欧洲的滑铁路 我自己因为在德国生活过 学习过 那么武汉 刚刚这个封城的时候 德国的明镜周刊 那时候是很骄傲的 他当时就说 中国的这种防疫 下了重手 这种封城的做法 是违反了人权 不自由 那么他们在德国和欧洲当时的一种声音呢 大家也知道 就准备搞这个群体免疫了 那我们看看现在 在德国的议会里边 正在讨论 要不要做第三次的封城 默克尔就流了眼泪 说大家不要再乱跑了 对吧 那么这次如果再不控制住 可能是最后一次 你们跟你们的爷爷奶奶 过圣诞节了 大家听到了这个消息 是吧 这就是当时嘲笑 我们中国的这种抗疫模式的 叫封城的模式 他们现在的媒体都写什么呢 都是要叫hard lockdown 就要下重手 要封城 要重封城 硬封 都已经是这样的一种节奏 我真不知道 这个明镜周刊的主编 要再写一篇评论 应该用什么样的标题 那么第二个呢 今年整个的一年的 大家都很关注 就是特朗普和拜登的这个竞选 但现在结果很有意思 特朗普在大选中 获得了7400万的这个选票 其实超过了16年 选票很多啊 所以特朗普他自己 也不认为自己是输了 他当然指责 爱说可能有这个选票作假的问题 所以也开始了很多 这个法律的这个诉讼 所以拜登团队赢了 他在历史上面临的 也是一个党派政治极化 社会极端分裂的这个美国 我记得我们在 《这就是中国》 曾经有多次节目讨论 为什么美国的政治 变得这么极化 为什么美国的社会 对立这么严重 美国到底得了什么病 那么现在看到 美国的新冠疫情 应对失控以后 它的过度的消费 它的这个美元的债务的问题 它的这个制度的 整个的这个财富的 这个鸿沟 这些问题都在恶化 因此在一些 大投资人的眼里 其实对美国社会的 这个前景并不是很看好 我们举一个例子 桥水基金公司的创始人 达里欧 那么他在今年3月份 就完成了一个报告 叫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他说美国社会的分裂 已经处在一个 变化的临界点 如果弄不好的话 美国就会走到了内战 第三 我还是想要 这就是中国这个平台 一定要提到 2020年发生在中国的一件大事 也是世界上大事 这就是我们在2020年的 扶贫攻坚战目标 取得了全面的成功 扶贫没有结束 扶贫还在路上 但是这个扶贫的目标 我们已经达成了 那么新华社 在11月23日 就报道贵州 最后的9个线 贫困线 已经退出了这个贫困的 这样的一个机制 这样的话 全国832个贫困线 就已经是全部脱贫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 也来之不易 因为在新冠 刚刚开始的时候 在3月份 4月份 5月份 大家都担心 国民经济 GDP 在下降 然后政府的精力 很多都用在 去控制这个新冠了 那我们还有力量 能够去继续坚持 我们这个扶贫的目标吗 所以当时是有担心的 但是现在看 我们这个党的领导 非常的有力 当然 这不仅是今年的这个成绩 这是18大以来 我们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我们在方方面面 形成了一个强大的 扶贫的合力 无论是产业的扶贫 无论是搬迁 还是我们电商带货 还是送水供电 送学校 送医保 每个贫困户的脱贫 的背后 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是多个党员干部 心血的成就 所以我深深地感到 我们的扶贫的攻坚战 堪比新时期的 一个伟大的长征 那么回顾2020年 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年份 这是一个庚子年 庚子年总是 有很多波折 我们谈到兴盛 我们谈到兴涛骇浪 但是我们也欣喜地发现 我们有很好的国运 那么我们展望2021年 我们迎来第一个 建党的一百年 那我坚信呢 中国的国运 会开创中共和人民国家 新的百年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两位的演讲啊 都从各自的角度 回望了 这即将结束的2020年 我们呢 节目一直很理性的啊 到2020年 快要画上句号的时候 两位如果 从比较感性的角度 来给这个年份 设定几个年度词的话 你们会选哪些词 我前面演讲中那个词 我继续以为 就兴盛 我觉得这个词 能够比较好的 概括中国这一年的 确实是战役的 决定性的成果 和中国人民的心态 给我讲一切都在国际比较 在比较中 确实中国获得一种兴盛 对西方模式的性质 这太重要了 因为过去西方 总是从道德自高点 来给中国人上课 现在中国人看得很清楚 一些基本的 中国人人都懂的价值观 比方说是生命至上 对吧 西方没有的 那居然跟我们 要来谈人权 所以世界人权日 美国使馆的网站 怎么站起来说出来 大概这个意思的话 就被我们的网民 这个调侃的编都没有 马上就陷入 这个我们叫做 网络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就是我觉得中国人民 通过这场战役之后 获得一种 真的发自内心的 理念上的 价值观上的 制度上的一种兴盛 就是比你强 比你好 有了一种自信 对 我们经常说 领导人需要有战略定力 其实我们会发现 身边越来越多的普通人 他们对战略定力 这四个字的理解 也越来越深刻 李教授 您的年度词汇 抱歉 我还得用一个理性的词 来作为年度词 就是内循环 因为这个内循环 它非常的重要 我们在抗议过程中 也看到了 全球化会发生变化 那么我们要做 这个底线的思维 那么这个 作为底线思维 一个重要的经济的决策 就是我要以内循环为主 然后来拉动 这个对外的循环 这是实际上是把我们原来 就是两头在外 叫国际大循环 那是80年代 我们提出的一个立国的一个大战略 在今年做了这个调整 这个战略提出来 说明我们领导人 是这个敢于决策 而且是在关键的时刻 拿出这张牌 内循环三个字并不是孤立的 它的完整的表述是 以国内循环为主 国内国际与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所以刚才我一开片的时候 我也说 即将过去的这个2020年不容易 但是我们在不容易当根 走出了一条希望的路 包括在经济上的 很多这个说法的转型 我们慢慢开拓国内市场 注重两个市场的链接 这也全部都是这条路 很重要的内容 最近有个例子 美国的时代周刊 它每年也会做一些 年终的回顾 他们对这个2020年的定义 是极其糟糕的一年 这是它的一个封面 然后里面的内容 我也特别提到 就是很大的威胁 是来自于一种无力感 缺少组织 缺少领导 这个也应该是 美国今年的状况的 一个真实写照 我们可以再举个 中国的例子 我们说前段时间 从月球踩土壤回来 这件事 很多年前我们说 哎呀登月这个事 我们要分三步走 三步我们都走完了 然后我们注意到 中国人做事 三步走 里面可能还分成三小步 一步一步走的 都非常的扎实 再反观我们刚才 引用的时代周刊 给自己下的 这样的一个定义 两位也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不同的 这种治理模式 治理效率之间的对比 这个西方现在确实是 最不自信的时候 他们自己也没想到 他们怎么会做得这么早 像我们倒是估计到的 就是我们知道 他在基层之里 他没有这个能力 一旦成为这个社区感染 他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我们是有办法的 所以他们真的应该 好好地研究 中国成功的经验 然后呢 就像我们当初 改革开放营 是一样的 我们看整个世界 哪里好的经验 我们都借鉴都学习 西方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这个心态 但是应该成为 西方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看到了 就是他们制度 确实有很多很多问题 你看我们一直说 中国抗疫成功 是人民战争 总体战 阻击战 这个非常重要 就你不能任由一个矛盾 越拖越严重 越拖越大 我们看 观察美国的抗疫的时候 包括这次 这个时代周刊的 这篇文章里头 它透露出来的 就是一种无力感 因为我们 网友们的一句话 叫泪绝不爱 就确实是太累了 这个事情 对整个社会的 这种情绪 情感 各个制度的消耗 都是非常大的 但是他们这个 很奇怪 这些西方的思想家 我也问过 郑若林老师 宋鲁正老师 我说西方 反省没有 他们说 这些主流的思想家 是没有太多的反省的 包括跟张老师 对话过的福山 他们还是觉得 这可能特朗普 是一次干扰 对吧 那他们可以纠错 它是不小心 出现的一个bug 但这还是他们 在掩盖自由主义的制度 已经是叫山穹水尽了 对吧 疫情只是把这个 山穹水尽的情况 给它拨开了 但如果你看过去的 西方解决贫困的问题 解决不发达地区的 发展的问题 解决这个环保的问题 都没有解决彻底 只不过这一次 是在一年中间 要跟中国做制度对比 所以他就一下子 他就漏了底了 其实这段时间 变化还是不断地在发生 有新的事情出来 我们RCEP签约了 美国的新总统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也会进行更替轮换 像这样的一些变化 它其实也还是 给这个世界的发展 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您怎么来判断 这些新的东西 一切在于国际比较 就是现在看来 确实相比较而言 中国是处于一个最有力的局面 这跟我们这次 确实抗议的相对成功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你比方说最新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对中国明年经济的预期 是增长8.2% 全世界都惊讶了 然后我们看到 中国科学院发布的 就是在石墨烯材料 石墨烯晶圆 我的理解就是 另外一个不同的材料 比原来那个硅材料 就是这个不是卡脖子的问题 是脖子不存在了 对对对 我们换了一条路 这些都是非常令人振奋的 所以我前几天有个演讲 我专门说的 中美科技战是美国发动的 但最后悔的一定是美国 可能不出几年 美国肠子都要回清 我说到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 给特朗普总统阁下 发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殊贡献奖 对 小点掌声鼓掌 我还记得 记得您这个调侃 我还记得我们 这就是中国节目 刚刚开播的时候 张教授也有过一个观点 中美贸易战是美国先开打的 但是什么时候停下来 美国说了不算 听听您的观点 在这样一个格局下 美国这个老大 他是不愿意干了 那这种情况下 世界上会出现一些新的风险 就是民粹主义 和这个种族主义 它会在局部爆发 那么也会有政客 可能会把这种矛盾 往外转移 所以我们在这个格局下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观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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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现实的残酷的生活中 他会接受 这让我们看到美国这个制度里边 这种对底层人的 这种残酷 看得淋漓尽致 对 就是你刚刚讲这个 我很有感知 就我 有一次节目中谈过 就是你真的在美国社会生活的话 上这个社会是非常粗糙的 非常rough 你知道吗 你需要很大的勇气 在这里生活 首先是自然问题 你晚上 我们的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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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出来 和2060年以前实现单中和的目标 然后这次疫情也加速了全球绿色和数字化的转型 马克龙也曾经说过 就是绿色和数字化是重启欧洲经济的核心 那么我想请教两位老师是如何看待 2030年以前中欧绿色经济合作的发展前景 请说 关心的是第一绿色合作 第二中欧发展前景 这个其实可能是新的一年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你看欧洲的民调 至少到去年疫情爆发前 多数人关心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 这跟我们理念是高度一致的 现在特别好的就是 中国在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方面 中国都处于非常犹豫的地位 对 我们有先发又是了现在 我们这无论是投资 产量 技术 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 但欧洲也有些技术是独门绝技 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可以合作 那数字经济我们就远远领先欧洲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双方具有巨大的合作的空间 就是两个大的经济板块 包括中欧 中美 它一定要有某种大的这个粘合剂 把双方黏在一起 对 你看在RCEP签署之后 大家的下一个目光就在看 我们中欧之间的合作协定 什么时候能够签下来 但是也不容易 我可能偏悲观一点 因为像习主席给马克龙 还通过电话 里面其实也意识着 就是说中欧投资协议 在今年就可能签不了 签不了原因 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欧洲民意 普遍的民意对中国的这个负面还是挺高的 那他们也在某种上讲 想把他们应对疫情不利 这个经济发展不利 欧洲融合不利的很多问题甩锅到中国 所以相当一部分年轻的欧洲的政治家 他们批评原来这些老欧洲政治家 对中国态度不鲜明 就是比较好像软弱了 一定要他们想像美国那样子 要跟中国亮立场 而且实际上欧洲人也开始想 重新搞意识形态 这个价值观外交 这个是对我们这个中欧合作呢 是有不利的不利因素 我非常同意我们两国 如果在绿色数字方面合作的话 潜力非常大 欧洲人最近提出来一个叫欧洲语音的概念 因为它落后嘛 所以像我看了以后非常好笑 就是它的那个建议的最后说 要向中国学习 我们要建立一个有防火墙的这个欧洲语音 终于意识到安全还是很重要 所以它觉得有了这个防火墙 它能在数字领域找回它的这个主权 大家也观察到马克龙 法国对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征税很严厉 态度很坚决是吧 所以它是双管齐下 有数字税 同时呢它要把欧洲保护起来 搞欧洲语 确实您刚才也说 有些年轻的欧洲的这个政治家 他可能会更加的想要回到价值观外交这条路上 你看最近北约就有一个说法 以前从来没有明确的说过 要把中国当成敌人 现在北约说要把中国定位为它的敌人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新的一种表述 欧洲总体上就是我是不太在乎的这些声音 为什么 因为它团结不起来 你看它有欧盟 这是一个板块 欧盟的成员国跟欧盟的关系 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欧盟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这当中就是与中国合作的力量是很大的 然后反中国力量也很大 所以他们一个博弈 但是当中就我们可以长袖散布的空间是很大的 而且我们处于一个主导的地位 我们在回顾2020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很感慨 这就是中国这个节目从年初到现在 差不多做了四五十七的话题 我们的话题含干编很多 当时抗议就做了很多期的特别节目 包括还有我们关注亚洲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后来也关注星际剑 然后关注我们的北斗精神 我们还关注抗美援朝 我们当然也在解读西方的整个政治制度 他们的整个治理体系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这么多期的话题做下来 要我说一个粘度词的话 我会觉得这个词就是责任 我们是有责任跟大家一起去拓宽视野 责任担当 我们这个指导思想是这样的 就是出现了大的事情 中国人要表态要发声 因为我们可以做出我们的判断 往往比西方学者判断的准是准很多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 中国人你要自信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好 那我就用您这句话做最后的结尾 就是当世界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要有责任和担当去发出自己的声音 跟大家一起去拓宽视野 去读懂这个世界 也读懂咱们中国 普通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 中国人你要自信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好 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祝大家新年快乐 请关注今日头条和抖音的 这就是中国官方账号 让我们一起定位中国 读懂中国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